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 中方已就美方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并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委员再次强调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无权干预 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谓人权问题 无论美方以何种借口 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的实体和人员 实施何种限制 都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都坚决反对 必须指出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 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 完全符合中国法律 也符合国际实践 这些举措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也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美方罔顾事实 围绕涉疆问题对中国大肆污蔑抹黑 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借口 干扰新疆反恐努力 阻挠中国稳定发展 只会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险恶用心 这些伎俩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 完全是徒劳的 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的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利的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方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的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利的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你关心的中美经贸磋商 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应美方的邀请 刘克福总理目前正在 将在美国和美方举行 下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我们希望美方能同中方 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推动磋商能够取得进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不久前已经介绍过了 目前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正在履行内部的程序 将于近期发布 具体的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去向商务部询问 如果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 因为犯有分裂国家罪 被中国的司法机关判处无期徒刑 他曾经是大学老师 但在课堂上却公开 将制造爆恐案件的极端恐怖分子 称为英雄 还利用教师的身份 拉拢 诱惑 裹挟 一些人员出席 出境 参加东突势力的活动 他是支持极端爆恐活动的分裂分子 有关机构打着所谓的人权自由的幌子 为这样一个支持极端爆恐活动的分裂分子 来进行表白 是对极犯罪活动的纵容和鼓励 也是对法治和人权的亵渎和愚弄 我们要求有关机构明辨是非 收回提名 停止 支持分裂和爆恐势力 你刚才问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但我想你作为在北京的长住机格 长住记者 你应该也观看了有关的庆祝活动 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这种高度的爱国的热情 我想这点你应该是有充分的认识 关于你提到第二个问题 昨天我已经就NBA这个问题 已经做了充分的回应 我没有补充的内容 不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 你说的这个具体情况 我不了解 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 近来在香港发生的那些极端的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挑战了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想任何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 都应该对此予以抵制和反对 而不是支持和纵容 但是这种人出现了香港的证件 能让到美国的武器 支持与美国人的担当 香港的论候 去扇取下来 香港的区别人 西掉